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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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一位黄金武教授 其实都是和香港大学的第二任中第二任校长 和华人校长都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里面有很多故事 可以一会分享 首先讲一下我的经历 我的外府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 60年代 大家知道华侨在马来西亚受到迫害 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 当时他二十多岁 回到马来西亚 回到中国杭州 当时没有人知道会有文革 没有人知道 他那时候就被分配到杭州的工厂工作 更特别是当时也有免费的高等院校读书 当时是挺优惠的华侨 后来我外府在杭州这个地方 基本上后来我外府在杭州结识了我外母 后来我外府一家人 当时很特别的就是 首先我外府先去了杭州 竟然由于外府是长子 全家人跟着他 我们今天很难理解这个情况 但当时是整个家族的人跟着他过去 就跟着一直住在杭州 到后期 改革开放之后 我外府那家人最主要从事僑部工作 亦都是因为在杭州 从事很多的丝绸 所以曾经我去马来西亚 访问王文斌教授的时候 王文斌教授的时候 说我是马来西亚的女婿 这样的故事 首先来说 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大众文化 我们看到现在 其实 为什么我们忽然很流行 是讲大众文化呢 因为大家朋友都看到 中国很多方面 军事 经济 政治 那个力量是很强大 这个无容置疑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软实力 似乎遇到很多不容易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如果国家要推行一带一路 不能够不走一个软实力 似乎大众文化成为我们 给群众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向 所以近期现在 但是大家可能都有兴趣的话 我们叫文化外交 很次烈地推行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商会 中国文化如何输出 和这个有关 好了 我们看到 一方面 我们看到文化 如果是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 影响人的生活 这才软实力的下去 这就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而且也是看到 文化 是会和消费文化结合 如果只是说文化 就不和消费文化结合 就往往不能够下去民间 所以这几个 远的地方 如果我们讲及 以香港为本位探讨 就是港马文化互动 第一个我们 如果刚才有朋友也提过 我们就对特别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的 香港和马来西亚 曾经是一个 普遍的地方 就是英联邦国家 这个是很特别的 可能对于 网上在场 年轻的朋友 可能对于普遍的地方 没有什么要了解 因为1997之后 因为我教了一些学生 他们有些年97之后 也没出生 他们完全不理解 什么叫做 英联邦国家 大家很简单 如果看到牙医 我们看医生 不是英联邦 这样来的 当时来说 马来西亚和香港 都是属于英联邦的成员 包括我们的 其中是普遍的 英文文字很清楚 是普遍的 所以我们也不帮自己 有一个奥运会 一起举行 我们特别是在两次 特别是在冷战时期 大家知道 如果有兴趣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课题 50年代至1972年 所以冰简球外交 之后 整个欧洲 其实欧亚 其实在美国 都是处于一个冷战的时期 当时来说 很多的经济 亦都是互相互动的 互相互动 包括最后时间所说的 我们的政治文化 都是与我们有关 亦都可以 大家评论都可以看到 其实香港 特别是后来的 我们有提及的 黄登堡教授 为什么会 在差不多 在八几年的时候 为什么会融合 马来西亚 要调回来香港 亦都是跟 我们的冷战思维 觉得少少有关 好了 第一个 我们看到的 影视文化 我最记得的 马来西亚 对我的印象 就是 不知有朋友我听过 是否下降头 曾经有一段时间 说是下降头的电影 我们是这样看的 说那些降头到处飞 就是我们那时候 我小朋友的印象 就对马来西亚 是这样的 好了 随着自己长大了之后 看一些东西当然有些不同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 为人熟悉的 檳城厌 是一个可以 少少欣赏 谢谢 这个就是我们 檳城厌 这是最主要的故事 如果播歌 我们先查一下 有兴趣 要有兴趣 给大会 另外一个 大家知道 是陆叔 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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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外父 常常说 他小时候很喜欢爬上椰树 今天我们很难想像 但爬上来爬上去 窄些东西 就不能吃 我外父常常提及 这个特别的情况 另外 周金斌诚 因为当时很红极一时的电影 他刚才看到的沙滩、雪野、树林等等 都是当时的马来西亚很特别是代表性的一些景色 电影里面也讲及了一个马来亚的 奔承华侨女歌手和教书先生的商链故事 有两个人引起了社会压力 其间两个人有情人、忠诚、眷属 由方怨芬小姐当时去主演 刚刚提过的首歌是马来亚、蜻蜥、陆野、景致、艳雅 就是这个名句 提到这首歌最主要就是这几个名句 当时很流行,非常流行 电影和歌曲书艳之后 香港人提及的马来亚必定会上起这首歌 又可以看一看 另外一个更加熟悉的就是郑银昌先生 如果朋友有机会 可能一会儿王教授也提过 我去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访问的时候 王教授特别邀请我们的师生 去我们的拉曼大学那个地方 看到那些博物馆里面 很多郑银昌的歌曲 如果不是我们知道 郑银昌先生是当时的 马来西亚和香港文化交流的潮流 不少香港歌手的组织是马来亚 包括刚刚提及的一席就是银昌先生 他的1969年的名句 艳阳降 一会儿我们有时间再听 因为我有一时才听 还有唐山大卿 也很流行 大家朋友也很特别的 可以想一下 或者说 我有时都叫学生做一些研究 究竟李小龙的形象是怎样的 在马来西亚如何吸收 大家都某个程度上 对于当时的洋人的殖民地 有些反抗 所以有些人在90年代 有些朋友都相信 李小龙未死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另外一位更加大家的朋友 所熟悉 今天的年轻人都应该熟悉 就是朱宁如小姐 他亦都是马来亚的马来亚籍 他就在马来亚的霹雳州 是宜堡出生 在当地就学 70年代 就以粤语的小调 文明了影视界 也都是以后我们的近期 就是以我们的喜剧 为香港人所熟悉 另外当然 另外还有一位 就是杨子瓶小姐 1962年的时候出生 出生的地方也是 马来亚的霹雳州的宜堡 1985年的时候 就是表演王家师姐等等的电影 大家也看到 杨子瓶小姐 亦都是马来西亚的拿督 一旦可能有机会问一下 王教授 因为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听到拿督 我就以为是港督 我以为香港 我这个概念 香港港都很威胁 你看到马来西亚的拿督 就是香港的太平身市 这种意思 还有我们的 有朋友可以说 潮文可以表述一下 所以杨子瓶的同乡更加熟 当然另外一个饮食文化 基本上大家可能都熟 我吃的梁椰菜 梁椰菜是主角居住在新加坡 马六甲 奔罗醉 或者土生的华人女性 由于土生的华人 是当时早期的 马来西亚和华人通婚之后的后代 所以梁椰菜 就融合了马来族和华族的烹调的特色 这里在香港也是随时吃到的 一些的梁椰面 有混合了椰浆 我们叫辣沙 也有马来的酸汁等等 美食的小食 另外大家也看到 品尝到的马来西亚印度菜 包括可行丁 加毒加毒 很出名 另外拉扎 还有沙爹 这个是在马来西亚 香港随时都可以吃到 有烤肉 另外有些羊肉 牛肉和鸡肉混合成的 有些烤肉也很出名 在香港来说 基本上 在马来西亚的传统美食 也都会有的 有机会 如果不是不禁食 就可以放小食来 谢谢 另外当然就是海鲜 靠山吃山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海鲜 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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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同的 香港广东的 有些 在这里也有辣椒蝦 蝦 很有味道 这是这个 还有 刚刚提及 我们经常都会看到 很多朋友去开马来西亚都会 品尝的 肉骨茶 这是非常容易找到的 有一个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的 马来西亚的中餐里面 经常都会品尝到的 肉骨茶 另外当然也有 辣椒蝦 经常都看到 基本上也是 辣椒蝦 香港的地方也都品尝到辣椒 辣椒是 基本上用椰奶 咖喱 米粉 黄面等等 还有鱼汤 一般一起处理 很香味 大家有兴趣 又可以再品尝 当然 走过马来西亚 刚刚提到的 榴莲 一定要注意 包括 猫山王 包括 黑 山顶 我举一个很特别的事 我是差不多 二十七八岁左右 才第一次吃榴莲 因为我去过当时的女朋友 就是我太太 他去吃榴莲 因为我外父是马来西亚的华僑 第一次吃 我还被外父 当时的女朋友的爸爸 就是我外父 笑我 可以吃汉堡包 吃法 不能吃 第一次 所以对榴莲 很有印象 大家的朋友都看到 榴莲的品味 有不同的 这首歌 是 这首歌 在香港一地流行 促成了更多的马路 就是使用更多的香港人 在关心马来亚的文化 提及 大家除了饮食之外 我们有学术 大家可能都听过 港督金文泰 金文泰 之所以 今天的金文泰中学 并名为金文泰 因为金文泰港督在位期间 在香港推动中国文化 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看到 今天的金文泰中学 就是中文中学 前身叫漢文中学 名字叫金文泰中学 但是很有趣的 这个金文泰在香港 是推动中国文化的 但是在马来西亚 就镇压中国文化的 这个是很明妙的 如果朋友有兴趣 随时找到一些资料 这个是一个 至少香港 港督管治 离开了香港 管治马来西亚 另外 学术家来 大家看到 早期的马来西亚 就是我们叫马大 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 很不少的老师 是从香港过去的 包括 大家有听过 新加研究所的 中文大学前身 陈木先生也推荐了 不少的教授 过去马大教书 陈木先生也是在马大 讲学 以为前生 另外 50年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在香港大学教书 就是罗香南 他研究 马来西亚的真教 特别的 大家刚才我提过 60年代的香港大学 有一个亚洲研究中心 这个亚洲研究中心 是当时的 我们的港督里面的智囊团 是一班朋友智囊团 开始研究整个亚洲问题 大家也看到 为什么亚洲 因为在冷战之下 要某个程度上 英国人想把香港 成为一个研究中心的地方 所以全结亚洲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 其中罗香南教授 会研究马来西亚的真空教 另外还有罗芳霸 很多马来西亚的研究 香港之所以 推动马来西亚的研究 和罗香南教授 很有关系 这个就是 另外 又有一个特别人物 任教马大的 本来是物理学的学者 这个何炳玉教授 是研究科技史 没有说明 香港之所以有科技历史的研究 和何炳玉有关 何炳玉当时 受到英国的理学室教授 他阴点过来做所长 这个很重要的 他研究科技史 不能够不住理学室 这个洋人 他很了解老中国的东西 当时何炳玉就来香港选学者 去英国训练 后来这班学者回到香港 开读到香港大学科技史的研究 和何炳玉有关 这就是何炳玉教授 另外一个就是 我读书的时候 读明史和华侨史 不能够不认识的一个德国学者 他叫傅吴康 这个德国德学者 他研究的明清历史 成为了我们的当时高等院校的重要参考书 所以这个马大学者 对于香港 也是间接地使得开拓到香港明史和华侨史 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另外 当然更加重要的一位很重要的教授 就是黄金武教授 黄金武教授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他本来说他的祖籍是河北 后来30年代 就去到东印度 他出生了河属东印度 后来就在马来西亚怡堡 就读书居住 在内战的时候 他开始在马大的读书 当时兼任系主任 和后来在86年 接启第一任的华人 香港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 黄麗松教授 就成为了当时的香港大学教授 特别大家可以注意的 他的就任年间是1986至1995 这段时间大家就在1984年中联合声明 由马来西亚释逢期会 黄麗松教授退休落 就由马来西亚调了黄金武过来 黄金武很重要 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在英博社 是 共产思想的兴起 他们就明白 因为已经开始到后回归 后阶段 黄金武当时 一回到香港大学的时候 就成为了当时的韦逆逊 是每次韦逆逊的重要志乐 所以这个就是很微妙的故事 当然他里面有很多内人尋美的故事 如何协助他处理我们后回归阶段的时候的情况 跟黄金武有不少的过关 黄金武有几个香港、中国、马来西亚的文化 很有了解 黄金武教授之所以重要 不单是成为志郎传之外 他是中外研究华侨史的专家学者 我们如果研究华侨的问题 不能够不看黄金武教授的书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而且他看到当时的 他研究过李嘉诚 所以他对于整个华人社会 还有那个观点 或者当时的不同的族群生活 他都有很深刻的了解 特别他的著作有很多 很多都是东南亚华人 因为他的语言运文能力很强 色色几个语言 也是很重要的情况 这个也是当时的黄金武教授 前两个星期 他才在台湾六掌 所以是很重要的人物 因为今天最主要就是黄金武教授 我们其实关心的是在全球化推动之下 香港和马来亚文化的互动 特别是两地的 包括饮食文化 音乐文化 和学术交流 其实香港和马来西亚是很有关系的 包括我们的 包括王丽松教授 王丽松教授 香港大学第一任的华人校长和丽松教授 他都是在新加坡调上来的 新加坡其实都是和马来西亚很相近 所以如果朋友有兴趣 所以我们和新加坡马大和马来西亚很有关 大家如果有近期 如果有哪个 肯定调来调去 因为我们曾经是殖民地的故事 这里就是这个 还有可以给大家朋友少少欣赏歌曲